好 来 第二次 一样是 Luke 然后 今天 今天之所以会找到Luke 反正我现在回美国了 然后因为 2024奥运也结束了 然后2028 换到了 洛杉矶办奥运 那洛杉矶奥运呢 他们就有把 因为洛杉矶是地主国 美国是地主国 所以他们就把 应该算草地驱棍 草地驱棍球 纳入 草地驱棍球吗 他好像叫 他好像叫带棍球 对 纳入奥运 的项目 好 那 那因为 带棍球或草地驱棍球 他们发现 他们物理指导师 有很多的 他们物理指导师 发现选手有很多的 他们说 SI journey的问题 然后 他们打算投入大量的经费 去做 追踪 那个 带 那个棍子 的旋转 的速度 然后说 去追踪 这样 这样可会改善 那个 他们SI journey的问题 或下背痛的问题 好 不管 所以我才会想说 那找Luke来聊聊这件事情 那首先还是要再请你自我介绍一次 好 那 大家好 相信大家可能之前有看过Eric影片的话 可能 看过我曾经出现过一次 那我是Luke物理指导师 那目前是在台北的动智物理指导所职业 那目前的话都是以就是做运动员的训练啊 或是一些一般人的一些日常的一些部件为主这样子 对 那专场的话目前是排球跟田径 对 那 这是刚好就是收到Eric的一个邀请 所以大家也去了解一下戴棍球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运动动作的一些模式这样子 好 那 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 好 先问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这个问题其实我也 我有跟其他物理指导师也讨论过 就是 首先既然要追踪 所谓现在反正大家有什么车力板 各种有的 既然你要追踪数据 那是不是应该追踪对的方向 那 因为我跟其他物理指导师讨论的方向 可能就会说 单纯追踪 那个戴棍球 或是那个赶子 或那个棍子的速度 旋转的角速度 跟你髋关节有什么关系吗 真的可以改善吗 为什么不直接 比如说 为什么不直接 因为他们很多单侧旋转 为什么不直接 可能 假设单侧旋转过多 为什么不直接做另外一边旋转就好了 好 那 你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是 如果是要追踪的话 我反而觉得如果是像那种实验室那种 如果你是会贴那种点 贴在身体的各个部位 比如说宽 骨盆 脊椎 膝盖 脚踝 去追踪它 在做单边旋转动作的时候 各个部位旋转的那个速度 跟启动的时间点 有没有一致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杆子它挥出去 它比较像是一个结果 等于说你在追踪的一个 追踪的东西是一个结果 但是它怎么产生那个结果的过程 其实是身体各个部位旋转做出来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追踪的话 我反而觉得 但是感知比较好追踪 比较方便 比较简单一点点 所以但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单边的那些旋转的话 如果要追踪 可能我们会细部去看到它各个部位旋转的一个配合 那你说单边的旋转 如果我练反向旋转 会不会 反而可以平衡它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问题 但是大家可能要考量到就是单边的旋转 我假设好 假设我都习惯都是往左边转比较多的动作 比如说 它的带棺球 它的射门的动作 它都是往左边这边去做 稍微会多一点点的话 或是传球 或是他们有些运球的动作等等的 那它的各个部位旋转配合 它可能问题是在或许我猜LOS1 宽关节的旋转的问题 但如果你是用反向的旋转去带过去的话 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部位会有旋转的问题 比如说它往右边旋转 这应该加强好 往左边转它可能LOS1转的比较少 它的宽转的比较少 但它往右边转 反而会是这两个地方转的比较多 那可能会是别的地方会有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它不会是说 就有点像是我们驼背 我就要硬把它反正那种感觉 它有点像是我们应该要去学习 是身体在不同的旋转的方向 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各个部位间的协调 是可以比较平衡 应该是这样子 只是一定会有惯用车这个东西 专项动作一定会有惯用车这个东西 所以你说如果反向去练的话 其实有时候影响到的 有可能会是运动人的运动表现 对它可能就会非常的很不习惯 它的那个比较平衡的身体 因为它就是觉得 我就是这个方向 我射门我的速度才会快 我的那个准度才会准 那如果你突然让它练一个反向的 射门的一个方向 其实它身体可能会变平衡 没错 它的问题可能会减少没错 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运动表现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有时候会跟它专项 跟专项本身的定义就会有关系 因为专项之所以专项叫做 它就是会有特殊的 特殊或者是同一个方向的动作 会实际去做 或者是同一个部位 它会产生一些比较多的压力 或者是负荷 对但这个是专项很难很难去避免的 对只是我们能做就是尽量让这个伤害降到最小 但不会到完全没有或甚至是平衡 因为如果是平衡的话 那就不会是转向 嗯 那就是功能性动作 或者就是我们日常中的这些动作 对这是我的想法 嗯 那 嗯 好 那我这样讲 那你刚刚已经稍微有回答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问 为什么可能可能的问题会在哪里 那如果讲细点就是为什么 还是要先解释 为什么可能像刚刚讲 为什么会有SI-drain的问题 嗯 有草力需问求吗 对对对对对 通常SI会有问题 我们讲最呃最大部分动作来看的话 就是当你的脚不动身体动的时候 它最容易起SI的症状 就是以呃动作的观点来看 如果我们在传球传球在射门的当下 如果我下肢带动骨盆产生旋转的力需 跟我上肢带动身体旋转的力需 这两个力需的时机或者是呃幅度 有明显的落差 那就会让它的交界处 交界处就会在我们今天刚好有请我们这个 小白人在这边 它的交界处其实就是在 因为我们讲SI就是在这个地方嘛 稍微放轻一点这样子 就会是在颜椎跟五名鼓的中间 它颜椎就是有点像是衔接腰椎跟 骨盆 我们讲简单一点 骨盆跟腰椎中间的东西 那骨盆代表的是下肢 腰椎代表的是上肢传下来的 传下来的动力链 我们旋转的那个那个力需 就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是假设它一直用 上半身做的比较多 它骨盆带的比较少情况下 它对于 间椎跟骨盆中间 它可能会产生一个力量在这个地方 应该说 我这个地方的旋转的方式的力量 应该跟这边是一样 正常来讲我力量应该是一样 时间点可以 可能可以稍微不太一样 因为有些会说我想要用下半身 转嘛 然后带动骨盆带动上半身 其实也可以 我们讲的是力量的部分 就是 它可能这边的力量 跟这边骨盆 往这一转的力量 可能会有落差 所以它就会在交界处 这个会产生一些符合 对 那对于 间 卡关节来讲 它本身其实是一个 呃 围动关节 就是它的 幅度其实不会到 很大 对 所以 其实如果你让这边产生一些比较大的 错位或者是 大的幅度的动作 其实这附近的韧带就有可能会 不舒服 对 因为间接下关节它本身不是一个可以自己产生动作的一个地方 它们还会产生动作通常都是因为上面跟旁边的骨盆产生动作 它间接被动的产生我们可能 呃 树上可以看到的什么点头啊 或者是一些 左啊 side bending啊 左边右边啊 或者是torsion的动作啊 torsion的话它比较偏向是 呃 因为它的这个构造是一个L型的 它其实是长得有点像是 就是短边往下 然后长边往 跌上方这个方向动作的这个构造 所以它可能会因为骨盆 或者是骨盆单边的一些旋转动作导致它的 这个构椎这边可能会有类似像往一边嗯 嗯 从一边侧嗯 嗯 因为像是torsion的中文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就是扭转吗 对因为像扭转的动作往前扭啊 往左边扭的动作 对这个是它会产生的动作 然后还有我刚刚讲的点头 好点头的话可能比较多会是跟 LOS1这个这个关节比较有关系 那torsion的话可能就会跟 就是无名鼓这个地方比较有关系 那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side bending的动作 对那但是我们在考量到SI的时候 通常我们不会直接单纯一开始就往SI的这个 呃问题去评估 为什么因为刚刚讲到它是一个被动产生的动作 的关节嘛 所以通常它的问题来源可能会是附近的地方 可能会有过多的动作导致的 所以我们可能会去检查可能 包含坐骨 包含无名鼓 包含 甚至我们讲到前面的持股的位置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LS1的地方 我们会去看这几个地方它的问题 那它如果真的是这几个地方有一些 呃过多的动作或者是一些卡住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会去解决这些东西 那最后的话我们才来真的来针对SI这个joint 去做一些可能稍微一点点的呃 mobilization 或者是可能一点点我们也不会到这边 我们真的很少会针对这边做放松 因为措施在场这边就是一堆韧带 好所以你再这样放松下去 它只能就会越来越松 嗯 对因为它本来就是要相对固定的一个地方 它的动作本来就不会到很大 嗯 但不会说完全都是固定的这样子也不会啦 因为有些人像是那个带棍球 所以会有个问题就是 它可能就是单边的动作做了很多 所以它可能就习惯身体往左边去甩 往左边去甩 所以它在做旋转的时候 它的左边的SI 可能就会一直往 就会一直靠近 一直靠近一直靠近 然后到最后它可能这个地方 相对它的动作幅度就会变得比较少 那右边像这里它可能就会比较多 所以通常SIFO问题都是被拉开啊 通常通常都是被拉开 那卡住的那边相对来讲就会变成是 我们刚刚讲话就会固定住嘛 然后关节会僵硬嘛 然后到最后可能我们X光看到的呈现就是 它的这个空间相对来讲比较近 或者是它中间正常的角度 应该会要有一条线 X光可以看到一条线 但那个线变得比较模糊了 但老实说这边有点点很像黏在一起的感觉 对所以我们说它是微动关节 不代表说它是真的是固定的 所以它有会有些问题就是 它这边是真的完全卡住的 那我们可能就要真的它真的卡住那边 要先去做一些松动 但这个是针对它有一些单边同侧问题的时候 我才会去松动 对侧问题的话我就会去考量到可能 它的附近的我们刚刚讲的骨盆的 这一周围的周围的一些排列 或者甚至腰椎的排列等等的部分 这样子 这个会是我觉得跟 草莉区棍球 跟带棍球 比较有关联 会有SI的问题 对大部分如果是要看它 习惯的旋转的方向 如果它的痛车是在同侧的话 那可能真的是卡住 那如果是在对策的话 那可能就是拉开的问题会稍微多一点 那就要去看有没有某些地方 做了一些太多的动作 导致这个地方的稳定性下降 那处理完这些太多的动作之后 这边的稳定性 我们就要同时去做一些训练 我们可能去针对SI附近 它的一些稳定的肌群 最简单最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讲就是囤积 如果我要让SI稳定一点 我就是囤积要稍微强一点 所以我们可能就去带一些骨盆 靠一点点后勤的动作 去让它维持在这个姿势下 去诱发它的囤积 单边斗 我们就会练单边斗 因为它针边是还好的 我们就会稍微去练它单边的囤积 去把它这个地方的稳定性做出来 那甚至我们可能会在 诱发它囤积的情况下 让它去做一些单边的动作 让它的比较容易被拉开的SI那个地方 在做单边动作的时候 是有稳定性的 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拉开 对这个是我们可能会有的做法 那你刚刚说同侧对侧是 假设我今天右撇子 从这样子去转 这样算同侧 这样左边算同侧 还是右边算同侧 左边算同侧 就是我转去的那边 哦 这样往左边这样转 那左边就是同侧 右边好 对 那比较常有症状是 左边还是右边 通常会是被拉开的那边 因为它 不太有动作嘛 有动作的话 动作太多的话 它就会有问题 因为它是有韧带 所以韧带通常会有问题 都是因为韧带被拉到 或韧带发炎 对 懂 好那 除了 如果这样讲 除了草地球跟球 或带棍球 那如果像其他类型 旋转类型的选手 比如像排球或拳击 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吗 其实我觉得 基本上所有旋转的动作 都会有 都会有 SI问题 就是像刚刚讲的 如果你上半身 跟下半身的旋转 你的 那个衔接没有配合起来的话 你的问题就会查在SI 就是我会觉得 如果这样讲 据排球的例子 我真的比较熟悉一点 排球的例子的话就是 当我们做一些第一手接球 然后球比较快一点的话 我们可能 我的上半身转的角度跟时间点 会快于我们的下半身的动作 所以当我骨盆还面向这边 当我球在我左边 我上半身转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真的转到很大力的情况下 我可能就会有一个旋转 我下半身不动 我上半身会有一个很大的旋转 对于交界处 我们讲下去就是SI 它就会有一个扭转的动作 那这个扭转可能就会拉到它不经的韧带 那就会产生发炎或是不舒服 对或者甚至 我其实也想过几个运动 我觉得比较容易会有问题 就是上半身的动作大部分会大于下半身的可能就是桌球 嗯 对 就是桌球它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幅度的骨盆跟脚的动作 如果球速真的很快的话 我们不讲那种就是真的很拉 比较高的那种球 可以把动作做得很满 球如果真的比较快的话 我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有的下肢骨盆的动作都带动他们去做 很多都还是以上面的动作为主 或者是手腕的扭转动作为主 比较多 所以可能如果真的要列举机器比较高的话 你就要找一些可能真的 你很难把动力链从下肢到上肢把它做完的动作 所以相当来讲我觉得棒球可能就 还好一点 因为它其实不急嘛 我就好好的去 我以头球来讲的话 我就好好把球丢出来 下半身转 下半身出去就好了 那挥棒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不急嘛 球过来 我如果真的要挥 我一定是下半身先启动 我才动上半身 嗯 真的有可能的话 可能 我猜有可能的原因可能就是空灰的时候 我在猜 空灰的时候可能就是 上半身带了很多 结果股盆宽 转那么一点点 如果你又打到球 至少还要把力量这样卸出去 那可能你的力量还不会集中在 我们讲那个旋转的那个中间 那个交界点 对 我猜是这样子 好 那问一问 就实物上啊 比如像 你 实物上比如说 你平常的 有健康关节的 比如说患者多吗 这个比例算高吗 其实 以治疗所这一端啊 健康关节 纯粹因为健康关节来看的人 其实 不高 为什么 因为 很多人 因为我刚刚说嘛 健康就是一个 相对比较固定的关节 所以 他通常如果有症状 的话 因为他已经很后期了 对 因为通常症状会发生在 腰 或者是 宽 或者是其他地方 嗯 因为这边是韧带 好这边的这边的感受 其实说实在 你如果 不是真的像专项运动员 那种很明显单边或者是 力量做很大 重溫性很高的话 其实不会有 真的很明显SI的问题 真的有SI问题 通常都是已经 比较固定的 或者是真的 就是他真的有 曾经有控除悬过 就是 有撞到过 那他才可能会有一些错位 或者是一些 不稳定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以治疗所这一段来讲 嗯 但我觉得 我觉得照我这样做下来 我觉得比例有 偏高 我觉得比例有慢慢的 慢慢的的上升 但是跟其他我们常见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跟九座有关系 九座或者是 呃 可能大概慢慢的 大家也有 都有些概念 就是知道说 就是可能真的有问题的话 要去找 这小时 所以他们可能就不会拖着 拖到很后面 然后才来 才去来找这小时 这样子 嗯 因为有些人SI问题是被 盖住的 是他自己不知道 他觉得是腰痛 他觉得是屁股 屁股痛 对 然后结果检查发现 喔真的SI真的有问题 这样子 对确实那边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 蛮复杂的一个地方 好那 那 先先 先假设先跳脱健康关节好了 那 回到刚刚我们在讲旋转类型的选手 那除了健康关节以外 你觉得你觉得会不会有 比如说 因为他们很常 往单侧去旋转 那会不会造成说他脊椎 可能会 变往某侧旋转 习惯变往某侧旋转 有可能吗 呃 我觉得如果没有好好在放松的选手的话 他可能一定会 或者是他可能核心真的比较弱一点点的话 我们也会 就是核心弱的话 其实我们讲白一点 就是我在动 通常我们在做转向动作 都是四肢动比较多 嗯 很少是我的真的是用我的核心去做 做所有的动作 嗯 核心的动作 人家说脊椎动作通常是被 带出去的 嗯 就连带做出来的动作 所以 呃 如果你的核心像这里讲 比较 因为讲核心稳定 核心稳定这四个是其实非常的rough 非常的 嗯 大家都知道核心要稳定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 让核心可以 真的很稳定 但是我想讲 简单一点的话 就是说 我在做动作的时候 我的脊椎不要产生过多的动作 嗯 或者是脊椎不要产生过多 它没办法附和的动作 嗯 嗯 对如果有这个东西出现的话 就会有问题 就会有受伤的几率 对 有些人他可能他的动作就是很习惯 肩膀动了之后 他身体会去甩 甩了很大的角度 但他自己不知道 或是他自己他的核心 是脊椎也hold不了 对 那这个的话才是我们可能要去确认 会不会是他可能真的 对于脊椎旋转的力量的控制 或甚至他可能跟上半身的衔接 可能就会有一些不稳定的问题 我们在针对这个东西 针对这个动作去墙 去加强 因为他可能别的动作OK 他方式做超好 他平做超好 三平做超好 超级 但是他就是旋转的时候 会有脊椎旋转过多问题 那么就要针对旋转过多的这个方向 去给予他一些主力的训练 主力的训练去整个说 他可能常见很 就是用一些水带 水带的方式去做一些 去不稳定的一些挑战这样子等等 嗯 不错 好 那 嗯 跳脱 我现在 好 问完 比如说旋转类型的问题 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类型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膝盖病腱炎 或阿基里斯肌腱炎之类的 嗯 那 现在很多 我不知道台湾太久没有接触了 但 像国外像美国 或像其他国家 我们在做 比如说遇到肌腱炎的状况 很多 呃 体能教练他们会做的事情是 比如说 做 等长肌力训练 好 嗯 嗯 暑假在那边你跟诊的时候 然后像你们会看 比如说他 假设是膝盖病结 你可能会看他的膝盖 颈骨内外转吗 嗯 或是其他的 那 嗯 应该说我想要问的 我想要讨论这个东西的原因 就是 为什么大家 应该说 大家都只有focus在 做等长肌力训练 但没有人去 没有人去讨论说 哎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问题 是 是不是哪边卡住怎么样 所以 呃 可能要请你稍微解释一下就是 呃 如果以田径选手来说 假设跳高跳远或短跑 常见的膝盖病检炎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OK 好 我想先讲一下那个 那个 等长说说那个 练等长那个 因为 上次好像也有 有提过 上次好像有提过 对好像我提过 因为等长就有点像是 就是 我 有点像是健身教练 说 我想要你不受伤 那我就把你练壮一点 类似这样的概念啊 就是 反正我不管怎样 我把你全部一起练壮一点 对 然后我就让你 比较不会受伤 这样子 但如果是以专项运动的话 可能要再更客制化一点 就是他真的是在哪一个角度的情况下 他的 肌肉肉发出不来 因为他有可能密键就出来啊 但他有可能密键就出不来 他的理性的控制 他的 肌肉拉到最长的时候 他的张力就是会很容易会不见 对 所以很常见的 帕特亚腿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 帕特亚腿被拉长太多 在逆肥拳的时候 那通常会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骨质器 他没有办法在最大的角度下做 理性 或者是你可以这样讲啊 你要练等长 我也可以在最大的角度下练等长 我可以在肌肉拉最长的情况下练等长 我觉得这是OK的 但是等长的时候说应该是要在密 每一个长度都要去让他练 对 如果我always在密键 always在最缩短的键下去练 那其实他对他的 真的 Tenatis的问题可能不会解决 所以如果真的要练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逆的话 我觉得可以在逆肥拳到FORRANGE的时候 去CUE他的 骨质器的张力 但是你一开始去练他 他绝对出不来 对 所以如果是以最长的情况下的 张力要去CUE他的话 我们一定是建议理性的去做 做到底之后 或是做到他可能快要 张力快消失的时候 再让他回来一点 然后再让他继续做 让他尽可能的 张力可以维持到 最大的角度都会 还有力量 但也有些人会有些问题就是过 紧过短的问题 他拉不长 他的肌肉拉不长 我们肌肉正常 应该说我们厉害的选手来讲 我们肌肉的弹性 肌肉的弹性都会是非常非常好的 意思是说他在哪一个 不管是哪一个长度下 他都可以用力 我不是只有在最短的情况下 我会爆发出最大的力量 我在最长的情况下 我还是要有力量在 但如果你真的是因为缩短的关系 没有办法拉长 那就正常 那就在我说 你在逆飞选的情况下 你过一个角度 你的快速就是 你的骨质器就是没力 去帮助你减缓 卡特加肌肉被拉长的压力 对 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可能的原因 第二个还有可能的原因 其实就是很多运动会常见的就是 卡特加肌肉 对 卡特加肌肉的肌腱 他过度的一直去做弯曲伸直 弯曲伸直 然后重复的跳跃 或者是做很大的 强度的一些训练 然后他没有好好的休息 情况下他的肌腱 到最后他就也没有弹性 那他就是固定在那个位置 他也没办法拉开了 也没办法缩短了 那你在固定的弹性下去 让他去做动作 然后再去让他继续Landing一次 那其实你没办法在拉长的情况下 这边其实就会产生更多负荷 或甚至到最后 就这边真的会有一些肌腱病变的问题 对或者是发炎的问题 那个就很麻烦 或甚至到最后可能就会需要到 可能有些人可能有看过 那个Potel Tandem的那个Tare的问题 然后到最后就做Repair 那问题就是 他肌腱病已经硬掉了 已经病变了 那你要不要再把它拉长 拉不长吗 那怎样就直接裂掉给你看 对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会那两个原因 然后后续可能会发展问题 可能真的到时候可能就要变成是 就要去做Repair 嗯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啊 我觉得可能在我目前跳三级跳的选手 我觉得比较明显也可以发现到就是 他自己之间的紧绷跟Potel Tandem的问题 其实会有一些关联性 他关联性的原因就是 我们在跳跃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会去做太多的Encore的Dolsi的角度 因为我们不是每一次跳 我都有办法就是所有的什么三关节弯曲 都可以弯到我们要的那个角度 那个太ideal 我们不太肯定用那个方式去跳 所以我们在甚至 应该都比较常见就是 我们在准备起跳的那个那一只脚 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出太多的Encore Dolsi 那这个没有办法做出太多Encore Dolsi的问题 就会导致你的膝盖做出过多的Flexion 或者甚至让你的Quality 应该这样 Break of Femories 没有办法出来用力 因为你Dolsi不够的情况下 你的大腿就没有办法出来用力 你变成是你只能用肌腱去弹 对那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导致Tardia Tandem的问题 然后甚至也会有 Tardia Tandem的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会有点关联性 所以我觉得要处理也不是专项动作这个 这个动作本身 而是怎么让运动员的组织是可以有办法 有能力去接受这个动作 但这动作的需求就是你要有极好的Tandem的弹性 包含Akistena 包含Tardia Tandem 甚至包含甚至上面的髋关节 甚至其他的Tandem的弹性 其实我觉得都要非常非常非常好 他一旦做一些 也像通常会紧绷的话 不一定是练专项紧绷 可能是练习的时候 他可能练篮架 练一些冲刺啊速度啊 他可能在练习的时候 他可能就真的有产生了一些小腿 或是他其实已经很紧绷 那他在练专项的时候 那个紧绷还在 那他就会影响到他专项的表现 或者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是因为这个专项才让我的 才让我的并肩韧带受伤 并肩肌肩韧带受伤 对但其实他可能是练习的时候 其实就有这些问题存在 对所以我会觉得 比较重要的是 肌腱的弹性 对我觉得弹性 不管是法下腺或杂片 杂克腺都一样 任何肌腱 我觉得他的弹性都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肌肉体来讲 我觉得他比较需要的是 他可以在最大的角度下用力 不管是缩短或最 或是拉到最长 我觉得缩短跟最长 他都有办法用力的情况下 他才可以去缓冲掉他 肌腱跟骨头交界那个地方 或是肌腱本身的那个骨盒 对我觉得 以跳高跳远或是 甚至短跑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嗯 那另外一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东西 我想问的是 嗯 嗯 除了弹性 除了等长之外 为什么 那应该说 你怎么看 正就是 他肌腱或是你的 关节排列在正确的位置上 假设 比如说你今天 假设今天 他要做一个落地 他可能要 假肌腰要做pronation 然后 TBR做internal rotation 然后 他的femur要做internal rotation 然后做 然后假设起跳的时候 他要做supenation TBR external rotation 然后不要做external rotation 那 就像我们之前要谈过 有些时候 有些人会卡在某个地方 对吗 嗯 没错 对就像我自己 我自己好像是 诶 我忘记了 我好像是左脚膝盖吧 好像卡internal rotation 对对对 你没办法外选 对对 那 嗯 那这种东西 这应该说这种的比例高吗 还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讲 前面那种 他fatigue的比例 那 就是 你的经验哪一种比例比较高 我觉得 都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比例其实真的 因为 每个人喜欢使用的地方 跟每个人身体的 韧带松紧度 我觉得其实都不太一样 因为 我有看过那种就是 他动作都做得很好 但是 他就是没有办法去转换那个东西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嘛 我要pornation 我要interrelation 那这个他都做得很好 但是他要跳出去的时候 他的转换的那个东西 他的那个 internal rotation的角度也都ok 角度也都ok 都没有问题 但他就是没有办法从最大的internal 转到最大的external 对 对 他也会有人有这个问题 对 然后就像 就是像Aaron的问题 是没办法外旋 就是你可以 你的缓冲做得很好 但外旋角度 就真的是出不来 力量也是出不来 那就真的是 但是比较偏向是我们要去训练的那个地方 或者把那个地方 角度做开 对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角度ok 他就是不会用力 但有些人就是真的角度卡住 但是我们就是 我觉得这个比例上来讲 我觉得蛮平均的 我并没有看到一个就是 很典型的 很固定的一个受伤的模式 我目前看到 其实每个人的受伤模式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 才是比较好玩的地方 嗯 也是研究很难很难做到的地方 因为太多变因了 对 所以才会说 就大家 就即便我现在在美国 然后我们现在 就像我说我在美国D1 Part 4 就是几乎最接近职业的地方 就我今年 这次回来美国 我就练 两个职业 两个职业承杆跳的球手 然后一个是 一个是拿过世界被银牌的 嗯 对 然后你会发现 他们的很多问题 其实就是譬如说像 膝盖并肩 膝盖肩 然后你真的看他走路 就是很明显 就是那个 那个 你就觉得说他进骨是不是卡在内转 或进骨是不是卡在外转 那你真的 让他 真的让他 去 在 table上面看 就真的就是卡住 然后想为什么没有人 没有人 就是有那么多物理造师 那么多防御 有没有人 去测这个东西 那我只稍微放松一下 欸他就好了 就是欸 这也很妙 嗯嗯嗯 我觉得 就真的是跟 每个地方 喜欢使用的方式不太一样 就是 嗯 对啊我们这边就是 我也不知道 大家就是只是 那个 等长 然后甚至到 甚至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跳远选手 严重到就是 他已经痛很久 严重到怎么样都好不了 然后 就就是打PRP 嗯 对 膝盖吧 对啊 打PRP哦 膝盖并肩炎 就肌肩炎 打PRP还是没有 之后还是没有帮助 然后后来我只是稍微放松一下 我忘记他是卡在内转外转 那我稍微放松一下 他就欸 就好了 就是 嗯 所以我说 我说我说我说 其实我发现很多人 其实不会 没有在 我不知道 没有讨论这些 大家只看欸 肌肌炎那就等长 肌肌炎就等长 像我去年有人 去年这边那个 我去年脚踝受伤的时候 他们这边物理肢炎 所以说我 看我忘记是哪里 他说我肌肌炎 我怎么用就是用不好 等长练半天 等长练三个月还是没有好 啊后来回去练个 脚的 脚掌大脚趾 欸就好了 就可以跑了 嗯 对所以 我觉得 嗯 你说你说 你想你想你想我想 我在做做几个 我只是 我只是觉得说好像很 没有人 不能说没有人 应该说 比较少人在 关注 或是观察 排列 或是他关节功能 的这问题 我帮我们说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文化有关系 就是美国那边基本上 呃 身材其实都比我们这些亚洲人 还要好很多很多 嗯 所以其实他们不太需要去focus在这么细的东西 嗯 啊因为我们 我们就是身材 身材没那么好嘛 我们亚洲人身材没那么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想尽办法去 把我们的身体用到极致 啊对 所以我们就会去想很多很细 很很很明白 就是很 大部分不会想到的东西 那美国 因为他们自然本来就好 协调也好 因为也因为可能 呃因为 血统啊 的关系 好那他们可能就是focus在训练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 就是 嗯 东方西方的那个 不一样的一个差异 对我觉得 嗯 但我觉得如果能把它两个都做到 我觉得是最好的 对啊 对啊 嗯 好再回到 所以我再回到前面最开始就说 比如说奥运 2028年奥运 然后他们把草地球跟球 纳入奥运项目 所以很多资金进 所谓的运科 然后他们要观察 比如说各种为什么 那就像你刚刚讲 可能 比如说 呃做Motion Capture 做Motion Capture 然后做 做什么 Motion Capture 车力版 就是 我觉得很 就 其实蛮多东西 像你刚刚讲的 其实文化问题 因为他们这边很多东西 比如Motion Capture 车力版啊 比如说1080 就是那个主力跑机 但他们其实真的不会去细看那些东西 不需要 因为他们就有成绩了 对他们就单纯就看Power output 每天都在看Power output 每天 然后就是 呃 当然我就是 看讲这样会不会 让人家很多人换面啊 好 反正就是每天看Power output有没有 选手受伤 没关系 还有下一个 选手受伤 淘汰换下一个 人多嘛 对 人多 基因好 选手受伤没关系 明天再换下一个 明天再换下一个 那我们想办法 我们没有人啊 我们人少啊 基因不好啊 所以就等于要一直很细去调整 所以我发现其实 应该说应该说 其实不只是吴李子老师 台湾比较厉害的教练 他在技术上或是 对在技术上 细节其实就教的蛮好 然后甚至看动作其实都看的蛮好的 嗯 对啊 那呃 应该说好 那 先不管这些东西 那呃 回到刚刚 呃 我们在讲健卡关节 或是关节排列 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书 是你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或是有没有什么课程 是你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如果是在台湾这边的话 我觉得就是 我们 我的健卡关节的 所有的知识 反正是90 都是去上那个 Tinnitus Control 对 那我随便帮Hunter 广告一下 就是 他好像明年吧 就会开始可以去上 就是健卡关节的课程 所以 大家如果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Hunter的 Hunter物理教师的Facebook 或是Instagram 他都会有这些课程的资讯 那我觉得对于SI来讲 治疗师真的 我蛮推荐一定要去学这个东西 因为 其实这个东西在学校里面 基本上 就是他就是跟你讲的有点头而已 点头 反点头 跟骨盆是反向 就这样 我们那时候知道就是这样 Counter-Nutation 对对 其他的那些什么Tortion 我完全没有听过 应该是有听过 但是 就是我不知道画会那么细 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评估 或者是调整他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 要是对这块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上 Hunter老师的 Kinetic Control的课程 那应该会在明年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他们就会可以开始上这个课程这样 嗯 那我这边也要说一下就是 像我在美国大概一年多 然后我们去年有那个 什么 今年一百 今年奥运 一百公尺金牌 的物理治疗师 他有来我们学校刚好讲课 然后就有教 譬如说健康关节 他讲的 我觉得他讲的内容都还没有Hunter讲的细 对 然后 细节细节就不讲 但他讲很多东西 其实没有Hunter 所以我 这边也是蛮推荐大家去 那个 看 大家去找Hunter 那另外就是像刚刚说的 关节的排列 关节 你说这边的 对 没有不一定 比如像膝盖啊 病肩的那种 刚刚讨论到关节的排列 内外转这种东西 你说我推荐的课 或者书 或课程 关节的排列 其实我 我关节排列 其实 想一下 好像 因为其实像这种关节 我应该说 激动学 我可能 比较常会拿来用 只是 我自己的用法 是我会尽可能让他跟 生物医学 跟 跟 解剖的部分 是可以有个结合 只是 我好像没有特别上过 关节排列的 都可 好像 如果 如果真的 嗯 因为关节排列 我会觉得这个 不就是一个很 很 比较偏基本的一个东西 就是 没有没有没有 你不能这样讲 对你们来说是基本 对教员来说 其实很不基本 我也是很后期才知道 我也是很后期才知道 我也是很 我也是当教练 大概三四年才知道 我比方深蹲 深蹲的时候 你的髋关那个什么 静骨 你的 呃 脚踝pronation之后 你的静骨是会内转 你的髋关 虽然角度大啦 啊 不对啊 是 如果你要真的去量起来 就是 不会到很大的角度 如果 如果是这样子 我觉得 嗯 我想一下 我有忘记 我是在哪边看到这个东西的 应该 没有没关系 好像 好像没有特别 特别去 学这个东西 静骨内转 嗯 好像没有特别 特别 对 那 呃 除了刚刚推荐Hunter之外 那今天之水会找你 是因为 我们暑假 我暑假跟你的 跟你的诊嘛 然后 学了蛮多 然后像譬如说 像 刚健康关节 或是 病健炎 在暑假 跟完你的诊之后 我回来美国帮 譬如说帮田径队 帮刚刚说的 常常跳球 其实都蛮有帮助的 对 那 呃 甚至我们在 什么 录之前 又讨论到 呃 ACL 好 嗯 那 呃 不管他今天是不是选手 他今天对运动我们的兴趣 他如果有这方面 这类型的问题 他想要找你 他去哪来找你 就是 我觉得 如果是最快找到我的话 可以直接搜寻我的 呃 陆苦物理教师的 Instagram 或是Facebook粉丝专业 然后直接私讯我 你的问题 然后我会 对 如果真的在我 可以处理的范围 然后刚好也在 治疗所附近的话 我就跟你说 我会怎么处理 然后我们的一些 详细的一些 治疗的一些资讯 会跟你讲一下这样子 嗯 好